在75岁以上长者从9月27号起接种第二剂莫德纳疫苗后 金融市长林游昌在疫情记者会上宣布 68岁到74岁间施打第二剂莫德纳疫苗的规划时程 预计9月30号即发通知单 10月1号至10月8号间在各区集中施打站进行施打 下一个批次 也就是68岁到74岁的长辈莫德纳的第二剂 施打的规划 那我们还是跟过去一样 不用排队也不用预约 然后大家一定打得到 由市政府这边来发送 这个疫苗的一个施打意愿书跟通知单 那资格是在7月16号以前 已经完成第一剂 间隔满10周的68岁到74岁的长辈 这部分总计有22022人 那也包括我们原住民的一个长辈 那我们在今天等一下会公告 全市七区各里别的施打时间还有地点 那我们这些长辈符合资格的长辈 会在9月30号之前收到通知单 那第二剂的造册施打 会从10月1号到10月8号 这期间来进行施打 至于开学前超过9成9完成第一剂疫苗施打的 金融市学校教职员第二剂疫苗核实施打 那我们教师的疫苗施打最早的 大概是在7月19号到21号来进行施打 那原则上施打的间隔必须要10周以上 所以我们预计会在10月的上旬左右 来这个规划这个老师的第二剂疫苗的一个施打 那当然我们还要看中央播发疫苗的一个状况 来做最后的施打时间的一个确定 另外外界同样关心的流感疫苗核实施打 金融市政府方面初步规划分两阶段 在10月及11月分批施打 由于公费流感疫苗数量有限 加上新冠疫情影响 流畅预估施打率可望超过以往 因为我们在校园里面会采取集中施打的一个方式 那目前因为我们的国高中正在进行 这个BNT的疫苗 我们COVID-19疫苗的一个施打 所以今年的流感疫苗的校园里面的施打 会从小学开始来进行 那我们大概在最近这一两天 会把这个施打的意愿书 透过学校 然后孩子会带回到家庭里面 给各位家长来进行签署 那接下来就会针对国小的部分 来进行校园的集中施打 这是有关于公费流感疫苗的这个部分 那原则上照中央的一个规定 它是分两个阶段开打 第一个阶段是预计是最早 可以再从10月1号开始 那我们金融市会试整个规划的一个状况 来责定开打的一个日期 不过原则上会从10月1号开始来进行 那在中央的规定里面 第二阶段施打是从11月15号之后来开打 牛昌再次呼应民众 只要符合疫苗接种资格 就赶快进行施打 才能有效提升疫苗覆盖率 让保护更加全面 记者张祈腾金融报道